哈囉 哈囉 這是我了 對 歡迎大家回來 我是阿笨啦 阿笨 對 然後這一位是 Drunk Monkey 那剛剛我們說到 就是說男閨蜜這一回事情 其實我覺得有這個身分是很好的 因為女生雖然有男朋友 但是有一些東西 還是不能讓男朋友知道 我覺得 男生有女朋友的一些 不一樣的 好像都是這樣對不對 所以男生也覺得女閨蜜 是不是是這樣嗎 這個我覺得不太 這樣講好像不太會被認同 她不論女生認為她 女閨蜜是什麼 男生要講女閨蜜嗎 大概女朋友都覺得 髒東西吧 髒東西 髒東西不要告訴男朋友 對 我覺得會這樣子耶 就如果你本身 比如說我有過男閨蜜 我會覺得 我跟她關係真的是很乾淨的 但是我不能夠讓男朋友知道 因為怕男人會不會 對 如果你的女朋友有男閨蜜 你會怎麼樣 以我的個性我當然不會接 都不能接 因為我已經夠 我是動人 就是我是很開放 我不會去居住你任何事情 而且我什麼都可以講 所以我覺得這種狀況下 還可以有男閨蜜 男生心胸基本上 這不是心胸情勢喔 基本上 我不知道也許 也不是只有男性啦 但我覺得是一個很心胸 開頭的 你要跟誰出去我都OK 他單獨跟男生出去而已 可以 然後呢 行 不會什麼男後的 就行啦 為什麼不可以呢 那為什麼他就不可以吃他男閨蜜 沒有啊 基本上 我覺得他任何事情我都可以知道 會不會發生什麼不愉快的情緒 都不會啊 我真的太棒了 我相信你吧 但以我的經驗 因為我們女生跟男生相處 其實兩個人在一起一定會有摩擦 你認同這一點對不對 兩個人在一起會有不習慣對方 然後對方一定有缺點 自己也有缺點 可是這個時候往往呢 我們需要的是 往往女生需要第一件事 不是攤開來講 而是自己先想一下我可以怎麼做 嗯 那在思考自己可以怎麼做的時候 通常需要別人的意見 女生很喜歡問別人的意見 然後有時候我們女生就會覺得 欸 一個很要好的男生 其實我可以問 作為男生 同樣是男生的意見 我們會這樣子 所以並不是說我們想要隱藏什麼 對男朋友隱藏什麼 而是 嗯 而是男朋友只是 未必是第一個人知道而已 這樣 這個問題需要思考 需要思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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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是一個有點深的問題 太深奧 太深奧 哭用他 那還是男朋友第一個知道 對我們需要時間去思考一下 給你什麼回應 或者可能 作為好朋友的他 可以點心我自己 應該是說 如果我在 跟我在一起之前 他本身就有 男閨蜜 那我覺得OK 但是跟我在後面還有新的男閨蜜 就怪了 就怪怪了 對 這個也是 重點是男閨蜜 是 對那就怪了 對那就怪了 對 OK 這個認同 好 那這樣倒轉來問好了 那個 你有女朋友 你還會找一個女婚姻嗎 你覺得你會不需要 不會 不需要 但是如果過去他本身就是我的很好的 就像我剛剛講的哥們嘛 那我們會一直保持這樣的關係 我再談感情不大 其實 就是 我既會跟異性談 男女之間的 男女朋友之間的問題 喔 就是你不會把你跟女朋友之間的問題拿出來講 不會 跟一個異性朋友講 不會 你一定都會跟你的兄弟講 對 對就真的是兄弟 對 而且女生喔 千萬不要把 跟男跟不愉快 跟 其他男性朋友講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 這是大忌 這是大忌 為什麼呢 哈哈 你會讓男性朋友覺得 他有忌可證 喔 喔 OK 有有有 我之前喔 我看過一些女生 明明是有男朋友 很大忌 然後當他認識一個 好像不錯的男性的時候 他就會說 喔我是男朋友 可是我跟他關係不好 對 第一句馬上就講這個 所以啦 我也會跟一些我女生陪我手機感情的問題 不要跟我講 你可以跟我講快樂的事情 不要跟我講你不開心的事情 不要講你束縛的意思 這一個我覺得這個原則是 對 雙子就這樣 雙子就不賴 雙子就不賴 還要看其他心盤就不一樣 這樣子 如果你喜歡我阿笨的話 或者你想要知道 更加多男女之間的話題的話呢 歡迎點擊 我的人頭 OK 來點 訂閱我 訂閱我 謝謝你 下一集見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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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跟我講他老公怎麼樣 男朋友怎麼樣怎麼樣 當時還沒結婚 除了STOP 你不要跟我講今天這些 你所抱怨的事情 不要跟我講STOP 而且跟你男朋友說 你今天跟我講什麼 對 因為他男朋友好壯 他被打 你已經很高大了 我 compliance 你好 但是我沒有 就說 讓我欽